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看罗马书 我们看了1至7章 今天看第8章,会看到第10章 第8章是计第5章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章节 我特别喜欢第5、第8和第12章 当然其他章节都有很特别的地方 第8章继续讲有关法律和恩宠 今后为那些在基督耶稣内的人 已无罪可定 因为在基督耶稣内赐予生命之神的法律 以使我获得自由 脱离了罪恶与死亡的法律 他说在今后耶稣基督内再无罪可定 不是代表我们不会犯罪 他说如果我们相信基督恩宠 会给我们一份新的自由 这是他的意思 法律给不了我们自由 法律只是说哪些对哪些错 就是会导致我们激发在我们的罪 而导致我们的死亡 但是有恩宠 我们自然会喜欢法律所指明的好、善 所以我们再不需要法律 之前那章节讲过 再不需要法律告诉我们 我们本身会想去做 所以就变成了不在法律的管束之下 基督耶稣内赐予生命之神的法律 是圣神使我可以活出的法律 所以我都要去选择 我都要去选择 不是自然就是我有耶稣基督 我就任凭欲性而无罪 不是这个意思 法律因了欲性的软弱 所不能行的天主却行了 他派遣了自己的儿子 带着罪恶欲生的形状 当作属罪制 在这欲身上定了罪恶的罪案 为此法律所要求的正义 成存在我们今后不随从欲性 而随从圣神生活的人身上 他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耶稣在我们法律以下犯的罪 一犯了罪就要死 就要为了公义 就要赔上一个牺牲 就要被罚 耶稣借着我们的欲区 降生成人 度成欲生 代我们死了 所以我们跟随圣神的人不需要去给这个债 耶稣帮我们给了 之前也说过了 我们不是无罪释放 我们有罪 但是有人跟我们受了刑 所以当庭释放 因为随从欲性的人 切望欲性的事 随从圣神的人 切望圣神的事 随欲性的切望 度入死亡 随圣神的切望 度入生命与平安 之前那两章都说过 我不再多说这个 即是我们有选择 我们要选择圣神 不要跟随欲性 因为随欲性的切望 是与天主为敌 绝缺不服从 也缺不能服从天主的法律 凡随从欲性的人 缺不能得天主的欢心 至于你们 你们已不属于欲性 而是属于圣神 只要天主的圣神 住在你们内 谁若没有基督的圣神 谁就不属于基督 如果基督在你们内 身体固然因罪恶而死亡 但神魂却乃正义而生活 所以我们要渴求这个圣神 帮我们时时刻都记得 基督在我们内 这是一个选择 是一个我们每一天 都要重新刻意地去追求 培育这个切望 培育这个切望 因为我们的欲性仍然在发作中 我们这个旧人仍然在踢中 不愿死 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智 用我们的心智 去追求圣神帮我 帮我定睁地看着主耶稣 这个不会自然发生的 宝露这里说得很漂亮 好像说我领了洗 我信了天主 没问题 不是这样的 事实是 事实是我要不断地去选择 他提醒那些人 你是这样的 你要选择 就不是说你是这样的 你不用做事 我们要做事 还要打这场仗 是一场仗来 两样力量在扯我们 两个法律 一个死的 一个带活的 但我们 是我们可以选择 有自由意志去选择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选择 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无论多难也好 死于邪恶罪性人的救我 那个拉力 我愿意死 你已经死了 我已经交了你给耶稣 担了上十字 我选择圣神 我选择圣神 而圣神会导入 不是带我们 变得很苦满 不能做 我们喜欢做的事 而是越来越有一个 真正的自由释放 和平安和喜乐 是邪恶的事 永远都给不到我们 再者 如果那使耶稣 从死者中复活者的圣神 住在你门内 那么那使基督 从死者中复活的 也必要借着 你住在你门内的圣神 使你们有死的身体 復活 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和基督一起 死于罪恶 活于天主 使他死而复生的神 就会在我们里面 我们很辛苦 死了于罪恶 但不要紧 我们有复活 是真实的 因为耶稣基督 显示了给我们 证明了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怀着望得 望实这个方向就是说 耶稣復活这个光荣 是远超过过去的 弟兄们 这样看来我们 并不欠欲性的债 以致该随从欲性生活 如果你们随从欲性生活 必要死亡 然而 如果你们依赖圣神 去致死欲性的妄动 必能生活 不欠欲性的债 意思是说 我们真的有自由选 我们欠了债 就是说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欠了他 但我们有选择 反之如果我们接受基督 我们真正欠债是什么 他白白无私 对我们的宽恕 我们就真的欠了他 但是基督没有使我们 不能选择 我们要选择他 选择他 我们有自由去选择 因为凡受天主圣神引导的 都是天主的子女 其实你们所领受的圣神 并非使你们作奴隶 以致营救恐惧 以致使你们作义子 因此我们呼号 阿巴 父阿 这个就跟加拉达书 就是他之前写的那封信 一样了 加拉达书也是有这句说话 他这里是重复第二封信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时期写 同一年写的信 圣神亲自我们的心神一同作证 我们是天主的子女 重复这个概念 就是圣神令我们变成了 实质上真是活出了我们天主的子女 所以我们是自由的 我们越快选择圣神 我们越发觉 天主的产业是我的 无惧怕 变成和阿巴父是无惧怕 因为他是我爸爸 我是我的子女 我不需要证明什么 他得到这个身份 我本身就是了 这个就是 随从圣神的自由 那个喜乐 那个框展 会在我们生命里面 变得越来越是一个事实 我们既是子女便是承计者 是天主的承计者 是基督的同承计者 只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 也必要与他一同受光荣 十字架是必须经过的 所以和基督一定要一起受苦 有些人说 要不要受那么多苦 耶稣说 我在世你的主人 你的老师都受苦 你不会好得过去哪里 耶稣许乐了 世界不知道为什么 是反对天主 反对真是美 人性的罪根 的堕落 就是不喜欢真是美 因为光来到世界 他们喜欢在黑暗之中 光没有犯罪 没有得罪他们 但是他们不喜欢 所以敌对他们 所以如果我们一生 平平稳稳 无忧无虑 我们要担心 就是说世界喜欢我们 就是可能我是喜欢世界 多过喜欢天主 但是如果一生 好像铺着很多十字架 那我们反而不用担心 反而去喜乐 就是说 我有份去参与基督 那我有份去死 我一定有份去复活 还有有时痛苦 也都帮到我们 去省察 其实也有很多人更苦 我可以献上这些痛苦 保持着平安 保持着喜乐 献上这些痛苦 不去发作 不去埋怨 去帮那些 未认识天主 但是在痛苦当中的人 我们更加了解人性 所需要的人 没有了痛苦 很多时候我们会自私 自我忠心 自大 自我享乐 忘记了 其实有很多很需要的人 在我们身边 所以苦不是一定坏的 天主为什么会容许 苦本身是邪恶的 但是为我们来说 天主有时容许 因为为我们来说 是一个良弱 苦口良弱 所以不要抗拒 避不开的苦 可以避 我们要避 但是有些避不了的 我们不要抗拒 因为痛苦 是令我们更懂得去爱 和更懂得去接近天主耶稣 我实在以为现时的苦楚 与将来在我们身上 要显示的光荣 是不能较量的 凡受造之物 都热切地等在 我不要说这些节制 这句也强调 相比于将来在我们身上 显示的光荣 现在在世的痛苦是不能比的 痛苦如果可以帮我们成圣 帮我们走近天主 抱着天主 更加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连成一体的时候 将来的光荣 现在受少少苦 这么短的时间 就算你活一百年 相比于永恒 一秒都没有 是第一秒的头丁刀 我受了少少几十年的苦 没有所谓 我有无限量年数的光荣 这算是什么 但我们有时 就是太过看着这家 我不喜欢这家 放下少少 放下少少 如果我可以用耶稣的精神 去活现在少少的痛苦 带出来的天主的祝福 是无可限量的 接着他就说一个很少人会明白的 一个概念 接着那几节都在说 我读完之后就慢慢解释 凡受造之物都热次地等待 天主子女的显阳 就是受光荣 因为受造之身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 并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 但受造之物仍怀有希望 他在说什么呢? 在说一切受造的大自然 原来这家在败坏之下 正在等待解决 不单单人在原罪之下 变得失控 我们的理性知道好的 和我们的肉性偏方向坏的 那个斗争和撕裂 不正是我们的 大自然在经历一个淪亡 一个破坏 一个撕裂 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一个败坏的状态 怎样呢?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大自然灾难 很多的病菌 很多的不协调 和其他的生物会攻击人 会自伤残杀呢? 他说这个不是原本这样的 这个是败坏的状态之下 但是他说天主容许 他说 因为受造之身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 并不是出于自愿 不是自己想的 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 天主的决意 容许这件事 为什么天主容许这件事? 因为我们堕落了 天主将大自然交给我们 一开始创造的时候 他创造了一切的美好之物 然后创造人 然后将一切交给人的权限 但是人做了什么? 人犯罪 引入了罪 不协调 失罪 disorder 入了这个世界 所以当头失罪的时候 整个跟着的 他管理的都失罪 所以元祖父母的原罪 就令到整个大自然 原本有协调的地方 都慢慢开始失控 都慢慢开始失控 所以创造的时候 我们看到天主怎么说 他将所有的动物 包括现在吃肉兽 以前是吃草的 人是吃什么? 人是吃果子的 但是罪的引入 就慢慢就不只是吃草了 那些动物就是吃其他的肉 其他的动物 吃人 人自己亦互相产 罪入了头 整个身体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是管理大自然的 我们有责任去管理 调整好大自然 但是最终大自然是不能完全被协调的 因为这个败坏 我们也不能完全逃难的 我们直到死了之后 我们自己也能够逃难 而整个世界直到末日之后 为何要创造新天新地? 就是因为世界本身和人的力量 不能够停止了现在我们可见的败坏 所以永远都会有病菌 永远都会有大自然灾难 永远都会有这事发生 脱离败坏的控制得在天主子女的光荣 因为受造之身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 并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 但受造之物仍怀有希望脱离败坏的控制得在天主子女的光荣 因为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探饰 同受铲痛 不但是万物 就是连我们 只要蒙受圣神初果的 也在自己心中探饰 等待着意子心中期望的实现 即我们肉身的救赎 因为我们在于得救 还是在于希望所希望的若以看见就不是希望了 那有人还希望所见的事物呢? 保禄在这里说 全大自然在等着我们 我们在等着得救 我们不是得救了吗? 还未 得救这里有两个层面 我之前说过了 保禄分开了誠意和得救是两样截然不同的事物 在同一条线上 一个是起点 一个是终点 在同一个旅程里面 一个是起点 一个是终点 起点是什么? 我们直着耶稣 我们相信耶稣 在圣神内给我们这个恩寿 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而死 接受祂为我们而死 所以跟阿爸父修好 这是誠意 誠意就是 不是我们自己正义 而是他用他的正义 洗去了我们的罪过 变成有罪 但是释放 有罪 宽恕了 释放 我们的誠意 但是要到得救 我们个人自己得救 要到死那一刻 走完这条在世的路程了 一生跟随主基督了 那就得救了 但这是很有希望 如果我们捉述耶稣 因为耶稣 连我们在罪人里面都救我们了 何况我们现在愿意跟随他 在生命里面更加会帮我们 所以是没有问题的 是很有希望 是绝对可能的 当我们捉述耶稣 每天去选耶稣 但是他这里再说的得救 不是只是我一个 他说全人类 或者这个世界到终结 整个世界 所有的在这个腐朽之中 要有希望等到什么? 等到末世 等到所有的人类都被审判了 都去到天主面前 都分清楚他们选谁了 这个世界的 现在的等待 希望我们人子 人的得救就圆满了 那世界就有新希望 大自然就有新希望 所有的动物就有新希望 所有的圣兽都有新希望 但我们要希望那未看见的 必须坚忍等待 未来到了 我们要坚忍等待 我们个别 等我们死那一刻 最终的结局 和整体全人类 在这里继续忍耐坚定等待 等待耶稣再来 这个是充满希望 充满生命 充满意义的一个等待 我们在满全 耶稣要救世的苦难 要救世的祝福 要救世的行动 要救世的福存 同时圣神也辅助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如何祈求才对 而圣神却亲自 以无可言语的叹息 代我们转求 圣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要坚忍等待 我们自己的一生里面 活出我们的救恩 我们不懂祈求 圣神在里面 用不可言语的叹息 有些人会说这是什么 在格林多安前书 讲得很清楚 这个就是诗音 那个 以圣神的那份爱情 去赞美天主 去呼唤天主 去托付给天主 去邀请天主来 是超越我们的文字 和思想可以给我们 那动息心灵的天主 知道圣神的意愿是什么 因为祂是按照天主的旨意 代圣徒转求 而且我们也知道 天主是一切协助 那些爱祂的人 就是那些按祂的旨意 蒙照的人 获得益处 这些一连串很多金句 动息心灵的天主 知道圣神的意愿 因为圣神知道我们内心的事 但同样的圣神也知道天主内心的事 也在告诉我们 所以圣神是很美丽的 他是天主主在我们里面 很亲密 和我们灵魂最深处的一个契合 令到我们灵魂最深处 如果我们容许 我们开放自己容许 可以透过圣神知道 天主内心的心意 也让天主知道我们内心的心意 可以互通 我们理性上做不到 我们缺依仗做不到 圣神可以做到 接着呢 而且我们也知道 天主是一切协助那些爱祂的人 就是那些按祂旨意蒙照的人 获得益处 就是所有爱天主 对天主开放的人 天主都会给好东西他们 是不会落空的 是不会食言的 因为他所预选的人 也预定他们 与自己的儿子肖像相同 好使他们在众多弟兄中作长子 天主不但照叫了他所预定的人 而且也使他所照叫的人成意 并使成意的人分享他的光荣 就是天主要是不决意进入我们那里 一进入我们那里 他就计划了一切所需要的礼物 恩宠祝福 帮我们走到底 而天主是愿意召叫每一个人 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回应 只是等我们 天主不会不叫我们 不会不帮我们 不会不救我们 但是他在等待我们 你愿不愿意接受 面对这一切 我们可说什么呢? 若是天主佳同我们 谁能反对我们呢? 他既然会有联系自己的儿子 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 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斥给我们 我们还怕什么? 天主一定会给所有的东西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惜 他给我们去救赠我们 他一定会安排 所有一切的 没有人可以阻挡 天主要救我们 所安排的一切的礼物的恩宠 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 我们面对一些困难 那些困难是阻挡不了我们 得到天主的救恩 谁能控告天主所简算的人呢? 是使人诚意的天主吗? 谁能定他们的嘴 是哪以死或更好说 以复活现今在天主右边 代我们转求的基督耶稣吗? 那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是困苦吗?是困逼吗?是迫害吗? 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正如经上所在 为了你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 人将我们视作代载的困扬 然而靠近那爱我们的主 我们在这一切事上 大获全盛 没有事可以阻止我们去走近天主 去走向永恒 没有事 因为天主的爱是超越一切的 而且他证明他的爱是能够战胜一切 死亡罪恶魔鬼他都战胜了 人和天主的距离他都弥补了 还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 唯一一样 我们自己 唯一令到我们不走到永恒的光荣 最高的光荣只有一个元素 魔鬼都阻挡不了 只有我们自己一个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亡 是生活 是天使 是掌权者 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 是有权能者 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 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 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 崇高或深远的势力 或其他任何受造物 就包括了所有的魔鬼邪灵 因为撒旦本身都是受造物 包括了 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 即使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相隔绝 这个真的要背了 这个第八章 最后这几节 很漂亮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天主对我们的爱 是这么澎湃、这么深远 是不会容许任何东西 去站在我们和他中间 我们觉得那些东西 其实是没力的 我们觉得魔鬼常常阻挡我 其实不是的 这个是谎言 是他想吓你 他狡猾地令你以为他能阻挡你 其实他不能阻挡你 但我们自己的恐惧 我们的怯懦 我们自己的畏缩 我们自己对天主的力量 不够魔鬼的力量高 的怀疑 我们自己这件事可以阻挡自己 但魔鬼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魔鬼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世界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世事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人家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自己的缺乏是阻挡不了我们的 天主是足够的 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完全足够 所以我们对永生的希望是绝对的 如果我们肯向前行 只需要肯向前行 我做基督内说实话 并不说方 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 与我一同作证 我的忧愁极大 我心中不断的痛苦 为救我的弟兄 我血统的同胞 就是被助纣与基督隔绝 我有今心情愿 保禄转到他的话题 就是说犹太人 他自己是犹太人 大家看到有很多犹太人 不接受 所以他说 我情愿被诅咒 我情愿受极大的痛苦 如果可以帮他们 我都愿 这里保禄表白 他一年几章 接着都是讲这个题目的 这一章和下一一章 全部都是讲的 直到第十一章头 都还在讲这个题目 他们是以色列人 而子的名分 光荣盟荣 法律 礼仪以及恩许 都是他们的 这些不是坏的东西 这是好东西 虽然过了去 但是这是好东西 天主给他们 是给他们最好的 这些原本应该是帮助他们的 圣祖也是他们的 并且基督按券统说 也是从他们来的 他是在万有之上 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 阿曼 天主选了他们特选的民族 是没有变成的 他写的时候是用现在式写的 不是因为耶稣来了 有一个新的盟约 他们遗忘了 过去了 没有用了 不是的 他们继续有尊贵特殊的地位 他是我们信仰里面的大哥哥 犹太人 所以我们要很尊重犹太人 他们所信的东西 我们不是敌对他们 我们很尊重他们 他们是我们的大哥哥 我们为这个大哥哥 里面未信的人 要祈祷 要为一个特别的位置 给他们祈祷 而天主教教会 一直都有一个特适的位置 尤其是近年来 烦热之后 再提高了 他们是信仰里面的大哥哥 这并不是说天主的话 落了空 因为不是凡从以色列生的 都是真以色列人 也不是凡自阿巴郎的后裔 就都是他的真子女 而是由伊萨格所生的 才称为你的后裔 即是说不是血统上的子女 他算是天主的子女 而是值因他所生的子女 才算为真后裔 这个是什么叫真以色列人呢? 在保禄的说法里面 真以色列人是不是血统的 真以色列人是 真是与天主有个 关系的盲弱的人 就不是死守法律 因为他之前也解释过 我们也读过 就是说以色列人反对的人是什么? 他们忘记了法律是为什么? 就拿来为成议的工具 但是他说以守法律 死守法律来成议 只有死亡 因为他只能激发到 我们原罪那份反抗 激发在我们走法律的心情 而且只是做罪少的 但是真是可以真是诚意脱离的 我们只能靠圣神领受耶稣的恩宠 而变成了爱法律当中的意义 所以法律不是变成我们的目标 法律变成我们的基础 法律只是说最低限度的人 但是作为跟随基督徒 以圣神去引导的人 这个最低限度是我们的基础 而目标是什么? 爱有如耶稣爱我们 爱有如耶稣爱我们 所以法律是重要的 但不只是我们的目标 而是我们的基础 所以他在这里说的 真以色列人 真后裔 他是说真的有信德去相信 最后耶稣彰显那个恩宠 即是我们 以及以色列人中明白那些 因为也有很多以色列人 当时是信了的 所以不是说所有以色列人都有问题 原来因许是这样说的 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 撒纳必有一个儿子 并且关于黎贝加也有相似的事 他和我们的先祖伊撒格一人怀了人 当时双胎还没有出生 有没有行事或作恶 但为使天主预见的计划坚定不易 且未显示这计划 并不凭人的行为 而只凭天主的照选 谁有话给他说 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 这个黎贝加是谁 就是伊撒格的太太 他们生了个孙胎 一个就是伊术 一个就是这个Jacob 雅各伯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成绩 伊术就没有了 正如经上记载 我爱了雅各伯 而恨了阿杀乌 伊术就是阿杀乌 阿杀乌为什么呢? 因为阿杀乌本身有问题 不是天主选了去害他 他本身有问题 他鄙视他的长子权 只是为了自己 只是为了自己 他鄙视他的弟弟 那他弟弟就狡猾 两个人都有问题 就是说你想要吃我煮的东西? 你又不帮忙? 那你给我长子权 他就很轻易地说 我给你长子权 没问题了 你给我吃吧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是自己出卖了天主给他的恩赐 所以在旧约里说 《马拉基尔斯之书》里说 天主喜爱雅各伯 而憎恨阿杀乌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我爱了雅各伯 而恨了阿杀乌 恨了什么阿杀乌? 因为恨阿杀乌自己 否定了天主给他的恩赐 那么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天主不公道吗? 绝对不是 因为他对梅瑟说过 我要恩代的就恩代 我要怜悯的就怜悯 这样看来 蒙照并不在乎人愿意 又不在乎人努力 而是由于天主的人辞 这个保禄 其实我们亲身都经历了 为什么天主对某些人 好像有很多祝福 很多保护 有些人就要这么辛苦 有些人这么快 可以月落于天主的恩赐之中 有些人一生可以兜很多个圈 他在说什么? 最终他说我们选择不了的 我们那条路怎么可以这么复杂呢? 有些是我们选择的 有些是我们把握的 但是机会 有些选择有些把握 难道我们要控制的? 所以很厉害的人 如果没有天主的安排和祝福 他不会读到书 他不会找到工作 他不会安逸的 他不会有安逸的生活 反之有些人 日本人暴暴暴暴暴 没什么伤劳 直至平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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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Mus flexнее kylus 可以住到很安逻的生活 为什么? 是不是天主不公平呢? 他说 其实最终 我们不能说这问题 因为天主 他是天主 去创造我们 是任凭他选择的 是任凭他设计 不是去玩弄我们 如果它hanaمر sono ant misma 如果天主是邪恶的 他参加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信任天主 是个创造我们 用爱创造我们 我们要接受天主有祂超胜的计划 是我们猜不到的 祂对每个人自有安排 只不过不是我们衡量的那种 什么叫好、什么叫坏 有些灵魂可能需要磨烂多些 正能够成圣 肉眼看来为什么它这么苦 反之有些灵魂 如果太舒服 反而更危险 有些灵魂是很脆弱的 不受苦的会失丧的 天主就好好地保护它 我们不知道的 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是天主选择的 因为经上有话对法郎说 我特兴起了你 是为在你身上将显我的大能 并为使我的名全遍全世界 这样看来 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 他愿意使谁心硬 就使谁心硬 是不是说他会令到我们心硬 不要天主呢?不是 但有时他安排了 容许了我们 没有那么容易相信 没有那么容易可以回应到 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理解到 不是他赶走我们 而是他容许我们 凝住在那个位置 因为他看到的不是我们看到的 他看到更多 所以这是信不信任天主 他以他所知道的 比我们自己认知更多的种种元素里面 他其实是有最好的计划 给我们每一个 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慈父 我们会明白就是 哦 他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 或者你要问我说 既是这样 为什么他还要责贵人呢? 有谁能抗拒他的意志呢? 人啊你是谁 竟敢向天主抗辩 制造品 喜能对 制造者说 你为什么 这样制造了我 难道徒工不能随意用一团例 把这一个作成贵重的器皿 把那一个作成悲战的器皿吗? 如果天主愿意显示自己的义路 并彰显自己的威能 曾以宽魂大量 容忍了那些野他法路 而应受毁灭的器皿 他如此作 是为把他丰富的光荣 在那些他早已准备好 为进入光荣而蒙联敏的器皿身上 彰显出来 又有什么不可呢? 这些器皿就是我们 这些不但从犹太人中 而且也从外邦人中 被天主所重召的人 这正如天主在欧塞亚书所说的 我要叫非我的人民 为我的人民 我要叫非我的人民 变成我的人民 变成我的人民 叫不蒙爱连者 为爱连者 人在那里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人民 在同样的地方 他们要被称为 永生天主的子女 轮到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列文的数目虽然多遥海沙 唯有残存者 要蒙受救恩 因为上主在大地上 要彻底迅速完成他的判决 伊撒尔亚又预言过 若非万君的上主 给我们留下苗裔 我们早夜遇到 索多玛相似哈摩勒了 索多玛和哈摩勒是怎样的 在亚巴郎时代被天主 完全毁灭的两个城市 在今天死海里 找不到两个城市 也因为这件事 死海变成了盐海 因为那个破坏大堂 封了那个海 所以就变成了职严 那么我们可说什么 爱邦人没有追求正义 却获得了正义 即由信仰而得的正义 以色列人追求使人成义的法律 却没有得到这种法律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不同信仰 只凭着行为追求 他们正碰着那块半脚石上 正如经上所在看 我在欺涌看放了一块半脚石 一块使人半跌的盆石 相信他的人不自蒙羞 本来在这里遮探 又在这里感慨 又在这里尝试去解释 你正在明白 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为什么爱邦人这么容易就可以得到天主 但是以色列人追求这么多代 反而会落空呢 好像 接着他整个评论 评论就是说什么 天主自有计划 他喜欢抬举一个贬益 第二个 他当初有计划 可能做一方面的痛苦 正是透过这个痛苦 令到另外一方面 他们得益 然后之后痛苦那方面 再复生了 又可以再得益 有时候也是这样的 为什么会有人有痛苦 要入医院呢 我记得有位姐妹说过 她跟那个病人说 那病人问她 我一生跟随天主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这么苦 她说 让我们可以服务你 让我们可以知道 天主多爱你 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照顾你 我们如果单一方面 用我们的角度去看 永远都看不到整个图面 但是如果以整个世界的得救来看 以历史去看 看看天主如何透过漫长的时间 透过很多很多的人 互相走在一起 所显露、彰显天主大能的手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 就是 天主每一个容许 邪恶、痛苦的临在 他容许的 当中一定有更好的东西 带出来 就如耶稣针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对他这么差 让我们得救 而换出来是什么 復活的耶稣 圣神的光暗 圣体、圣事的建立 教会的诞生 你和我得救 想象不到 所以 超乎我们想象的 第十章 弟兄们 我心里所怀的切望 向天主所恳求的 就是为使我的同胞 获得救恩 继续为天主乞求 犹太人 所有犹太人 得救 我可以为他们作证 他们对天主有热心 但不合乎真知超见 即是不合乎这个真正的 透过耶稣满传了的教导 走错了他们 因为他们不认识 由天主而来的正义 企图建立自己的正义 而不信从天主的正义 来自天主的正义 是谁 耶稣基督 和他所派应的圣神 因为法律的忠向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人 获得正义 因为法律原本 就是指向基督的 但是他们 停留在法律中 关于出自法律的正义 梅师曾写过 遵守法律的人 必因法律而生活 但是 出自信仰的正义 却这样说 你心里不要说 谁能升到天上去 意思是说 使基督从那里下来 也不要说 谁能下到深渊里去 意思是说 把基督从写者中领上来 正义到底说了什么 他说 天主的话离你很近 就在你口里 就在你的心中 这就是指我们 关于信仰的宣讲 即是或多或少 他都在说真正的正义 法律所指向 指向什么 最终耶稣会来 而透过耶稣 圣神会来到我们的心中 令到法律变成活的法律 在我们口里 在我们心中 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 你便可获得救恩 因为心里相信可使人成义 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 这个绝对不可以断章取义 因为之前说了很多很多章节 保路是很清晰的 保路是很清晰地说的 诚意和得救是两件事 诚意是开始 可以心里相信耶稣会来而死 立即去得道 这个很清楚 他说了太多次了 但是得救他也很清楚说的是将来的 我们朝着真正的得救走向 所以这里他说 口里承认就得救了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口里承认可使人获得救恩 可使人获得救恩 不是代表可使人已经满全了救恩 可使人得到救恩 就是我们不断要口里承认 就是说我们要活出来 我们要见证 在生活和行为 语言和态度 思想行为模式里面 不断地做 就获得救恩 有多基督教的朋友 就拿了这句 就忘记了之前 那九章所写的东西 就说我说 就是我得救了 其实不是的 所以你不可以说 你得救了没有 你不死你不知道 这个问题 问了是多余的 你说你相不相信 耶稣基督是你的主 你去问这个问题 你诚意没有 你去问这个问题 但你问人 能不能得救呢 这个承认的人 都有一点妄自诽谤 妄自夸大 因为我这一刻 我觉得我得救 不是代表我下一刻 不会跌倒不会犯罪 我们随时都可以犯罪 我觉得我不会再犯罪的 我是自欺欺人 经上又说 凡相信他的人 不至于蒙羞 其实 并没有犹太人 与希腊人的区别 因为众人都有同一的主 他对一切符号 他的人 都是负有慈慰的 都是充满爱的 都是有丰厚的恩宠的 的确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 必然获救 不断地呼号 不是但是呼号一次 那一次获救 但最终的得救是什么 去到底 去到死 但是人若不信他 又怎能呼号他呢 从未听过他 又怎能信他呢 没有宣讲者 又怎能听到呢 若没有奉派遣 人又怎能去宣讲呢 正如所记载的 全部福音者的脚步 是多么美丽啊 所以我们 几需要福存者 我们要有福存 人家正听到 人家听到正有机会去回心转意 回心转意 正有机会去依附基督 依附基督正可以去诚意 诚意正有恩宠 正可以每日去呼唤天主 追随他 充满着圣神 去对欲念 去不断地去弃绝 然后不断地去随从圣神的微小的声音 给他引导 然后最终能得救 而福存的责任 就是你和我 我们不做 谁做 我们不做 我们身边所有的人怎么听到 他们听不到 他们能够转向基督 最终得救的机会 又少了过一份 所以责任在 保禄这个日子在探设 谁去跟犹太人继续说 他们似乎听到 但是不明白 谁去帮他们回心转意 谁帮他们去追基督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服从了福音 伊撒尔也曾说过 上主有谁相信了我们的报道呢 所以信任是出于报道 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 所以信仰是出于报道 报道是出于基督的命令 但我要问 难道他们没有听过吗 一定听过了 他继续说犹太人 难道他们没有听过吗 一定听过了 他们的声音传遍普世 他们的言语达于地极 但是我再问 难道以色列人不明白吗 首先梅西说过 我要以那不成子民的人 激起你们的道火 以愚昧的民族 惹起你们的怒气 继日伊撒尔也放胆说 未曾寻找我的人 找到了我 对未曾访问我的人 我显然了 但关于以色列人却说 我整天向伴逆 违抗的民族 伸出我的手 这个论点还没有说完 但我们时间就足够了 最终我说一说 大概他们说 有孙说者只能帮助人去听到 只能相信 只能转变生命 只能获得诚意 最终获得救恩 那犹太人怎么办 犹太人不是听到吗 为什么他们都这么不幸 最后就说了这几个例子 就是说 天主似乎想蒙蔽他们 他们的叛逆 他们的反抗 因为他们得到特选 但他们反抗 所以天主要为难 让他们磨难多些 但就令到外邦人 其他人很容易就得救了 想激起什么 激起他们的妒忌 这是保禄的理论 就是外邦人能够顺先 快过、容易过、简单过 天主的守生寺 这个特选的民族 为什么呢?就是利用这样的方法 令到他们的不相信 激发在这个信仰 很快地传给外邦人 然后外邦人很容易地相信 就激发在他们的怒火 就令到他们终于放弃他们自己的错谋 而获得救恩 这是保禄的理论 就是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辛酸呢? 不容易去信仰到主耶稣 就令到这个信仰 尽快地传播给其他所有民族 而到其他民族的轻盛 就反映给犹太人知道 你失去了什么 好让他们自己愿意重新悔改 去接受墨西 那就变成互相去帮助 最终全部得救 我们这一集都长了 多谢天主给他的圣言 带着保禄去教导我们 那我们要回答一下 就是我们有时候的路 比较迂回 有时候的路比较平坦 而我们也信任天主 你有个计划在这里 可能我迂回的时候 更能够帮到别人 可以奉献 可以保持这个镇定 去信任耶稣 更加在信仰里面成长 因为我爱天主 不是因为我舒适 爱天主因为我相信他爱我 而喜乐平坦容易的时候 我们更加能够 爱在地赞美天主 让我们试试 无论逆境、顺境 都懂得天主自有安排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